ano pattern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我們這個nano pattern 他們有一個團隊在美國發現有一個方法可以做特殊一圈一圈的pattern 那這一圈一圈的pattern是跟什麼關係呢 首先我們先講到這個現象 就是我們上次有講的,叫做Coffee Ring Phenomenal 咖啡的問題是什麼,就是你發現你在桌上第一滴咖啡呢 你發現它乾掉的時候呢,會形成一圈 就是咖啡字,它並不會這個非常均勻的填在地上 它會變成一圈一圈的 那這主要的這個現象就是Coffee Ring Phenomenal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說,他們一開始的研究呢 在1996年這一篇Nature Paper,主要有提到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旁邊跟最上面的這個Solven蒸發速率不一樣 所以旁邊蒸發的比較快 因為這裡Solven蒸發比較快,所以其他Solven就會往旁邊擠過來 這時候你就會把很多的Policle呢,往旁邊帶過來 所以你最後看出來就是一個一圈一圈的Ring 這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所以就覺得已經20年前了 但是大概在2010年的時候,其實後來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如果你今天改變你的這個粒子,就Policle的形狀 如果不是圓球形的話,它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這個Coffee Ring Phenomenal 這個現象就可以在一個乾掉的時候就可以散成一圈 那這個團隊是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發現,如果你今天是有一個高分子的Solution 但是是在一個平面,然後上面有一個球這裡 所以它中間這裡的蒸發的環境是有一點點T度 就是外面比較容易蒸發,到裡面越來越難蒸發 他們就發現這個現象很像什麼 就是很像是,它就會形成一圈一圈,好幾圈的Coffee Ring 就好幾圈,好幾圈的Coffee Ring 所以它就可以幹嘛? 它就可以在一個基板上面,譬如說一個Substrate 就可以產生出一圈一圈的東西,而且非常的規則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規則 那這種Pattern非常的,因為它是,你可以考慮它有點像自組裝形成 那我們幫它畫一個這個側面圖 那假設就等於相當於一個地板 如果我們換二圍的話,相當於它會變成一圈一圈的 就是它的截面圖 所以它就可以在一個均勻的基板上面做出一個一圈一圈的Pattern 譬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高分子形成這一圈一圈的 我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現象去製作奈米金 然後也是,就有點像複製它的Pattern這樣子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我有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奈米金 是剛好是可以填住這個位置 它也是一圈一圈的,可是剛好是有Polym的地方沒有它 然後另外一種是,我有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奈米金呢 然後可以重複它這個東西 它這個Pattern這樣子 所以你今天有一個表面,就是一個地板上面 它道理很簡單,它就是一個基板上面 然後我有一個球在這裡,就是金屬 然後中間的高分子的Solution 它本來是一個Polym的Solution 它乾掉以後就變成這樣子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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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想要用這個Pattern來做譬如說奈米環 那是金,譬如說金屬 可以怎麼做?想一下 你說一開始這個高分子Solution的時候 就把金混進去是不是? 這方法不錯 譬如說你找一些喜歡金的高分子 跟金的Polym會有一些作用 所以它本來會形成這個 所以它最後的金可能產生的時候就剛好產生在這裡面 對吧? 所以一圈一圈的 這個方法還不錯 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機制? 舉例來講我今天很想要 那我很想探討 如果今天有辦法做出金的環 一圈一圈的話 那已經有這個現象了 我可以怎麼做? 度什麼東西上去? 你講到關鍵了 其實基本上就 原來這裡不是有高分子嗎? 其實這一步就幹嘛? 我就直接度金屬就好了 對不對? 舉例來講如果我今天度金 我會產生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把金度度一下 對不對? 那不就有的東西會在這個原來高分子上面 那有的在這個地方 那我之後呢 再把幹嘛? 再把高分子洗掉 就是說我可以把高分子洗掉 那不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本來有高分子的地方 所以你看沒有高分子的地方就會有金 它最後就可以複製變成這個樣子 那下面這個比較難 這個金有沒有辦法重複出原來一圈一圈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這個 好 然後你先做一個模板 譬如說這個東西黃色的是一個模板 就對了 那這個東西可能是 然後之後 這個模板等於裡面有很多的小洞 對不對? 那小洞我們再灌金進去 所以 就等於是這個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模板 然後呢 我再用這個黃色的洞 譬如說這個移掉以後應該是 很多這種洞 對不對? 你看 你講的應該是類似這樣子 對 就是我本來有高分子 然後我先把另外一個 譬如說另外一個可以交連的高分子放上來 然後再把它剝掉以後 它就變成這樣的模板 對 這樣子的模板的話 我就可以再把金灌上去 然後我就可以做成下面這樣 所以道理主要是跟Coffee Rain有關係 然後它就可以做成一圈一圈的 這個是一個光學顯微鏡的圖 OM圖 然後這個是一圈一圈 但為什麼只看它一角呢? 因為它那個圈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這個 同時它一張照片 如果要看清楚這個一圈一圈的話 沒有辦法整張拍起來 所以主要它只放這個而已 好 現在關鍵來了 所以它這個就是說 它可以做成高分子一圈一圈 最後這個 它會形成這個一圈一圈的東西 它的距離跟高度呢 都是可以去控制 你就控制高分子的濃度等等 跟蒸發速率就可以了 那真正關鍵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方法 我可以做出高分子的pattern 一圈一圈的 我怎麼樣可以把它轉移到其他的材料上面去 譬如說本來是一個polymer ring 就是高分子的一圈一圈的 我可不可以去做金的環這樣子 叫concentric 因為這個就是同心的pattern 一圈一圈 這個叫concentric 叫同心圓的形狀 Goldering 怎麼樣去做這個事情 就是把高分子的圈 變成這個金屬的圈 那金屬的圈 為什麼大家很有興趣去做這個 因為金的這個材料 它們有一些特殊的效應 像是palsmonic effect 電漿共振的效應 然後會跟金啊材料 彼此之間的距離等等有關係 所以如果有一個方法 可以做出這種規則的形狀是很厲害的 那它們怎麼做呢 方法就在上面 等一下我們講的這兩個例子呢 基本上所有的高分子的pattern都可以用 而且這也跟我們學習出講到 叫做soft lithography 可以跟它一模一樣的材料 那也可以剛好反過來 一個是灌東西 一個是移掉東西 所以這個概念不只高分子 反正所有的奈米的pattern都可以用 但是這兩個例子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就是我剛剛問你們的 就是這是原來的pattern 這是高分子的pattern 然後我又怎麼樣可以去做金呢 它是最簡單的 你看這個方法還蠻妙的 所以一開始譬如說 我如果只是單純度一層金的話 那就是有高分子的地方金就度在上面 沒有的高分子的地方金就度在這裡 所以你最後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金還是一圈一圈的環 但是剛好跟原來的pattern幹嘛 是互補的 可以做出一圈一圈的互補的 這是算比較厲害的 這是一圈一圈的 但是第二個我個人覺得非常漂亮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怎麼樣去重複它的pattern 你看它最後做出來是什麼 就是原來的這個有polym的地方 然後最後金的 基本上就跟它一模一樣 有polym的地方最後也有金 所以就等於相當於這個叫做正形的 就跟它一模一樣 它的厲害一樣就是什麼 你看它先度一層金 然後我使高分子有一模一樣的現象 所以高分子就會在這裡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再去做十顆 那相當於把高分子當作這個十顆的擋板 所以你看所以有藍色高分子的地方 它就不會被移掉 然後沒有這個高分子的地方 你看它就會被移掉 所以我最後再把高分子藍色的移掉以後 最後就變成黃色這個金 可是你看這黃色最後就會剛好什麼 跟原來的pattern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位置 剛好就是兩個 所以原來一個是剛好跟原來的pattern互補 另外一個就是你看 跟原來的pattern就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這個概念基本上 你可以用在所有的高分子材料 你今天如果有個新方法 可以做出特殊形狀的高分子pattern 那你就可以把它轉移到不同的金屬 金啊銀啊或是一些特殊的金屬 那它這個下面有另外一個例子 舉例來講 它今天不要做金 譬如說這一篇paper是發表在Neolator2006年 就會放金對不對 那你看它這個2006年在chemistry material 但是它今天就是什麼 它先做一個這個金屬氧化物 所以就是一樣先鋪一層對不對 然後再把高分子去上去 然後就高分子當擋板 就是它剛才的第二種方法 那就可以做出什麼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的這個材料 然後剛好是跟pattern是一樣互補的 所以不只是金啊 金屬氧化物 全部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概念 那現在這個也是目前我們所有在做奈米材料的概念 就是你只要能夠原來有一個pattern 只要是pattern 你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各種的材料 很大一個部分跟我們之前講的模板的概念很像 這個團隊當然這個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個工作呢 是因為假設你今天接了一個這個project 比如說你是一個研究生 一來的時候 那你們實驗室都在做這個 然後後來你就想說 那我再度別的金屬 在那有點這個換湯不換藥 但後來他們就想到一點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搞不好一般人想不到 就是剛才它這個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 是一個平面對不對 那上面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圓球 它蒸發的環境就有點T度 所以他們今天就想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上面不是圓球呢 就不是一個圓球狀的東西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今天就放一個什麼 金字塔狀 這idea還蠻漂亮的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金字塔狀的話 那最後的pattern就不應該是圓形的 你看看 所以相當於是下面是一個平板 然後上面是一個金字塔狀 所以一樣有個T度 但是它是比較詭異的 一個漸層的感覺 所以他們一樣會得到一圈一圈的 但是你看會得到什麼 就是方塊狀的 方塊狀 當然你就會想說 那這方塊狀的polymer 可不可以換成金屬啊 可以 就是道理是一模一樣 你可以做成金屬氧化物 所以全部的道理 道理呢都是 都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 相關的這個應用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這其實對你們自己的研究有點相關 就是說 你有時候不要一直去換同樣那個 換材料是大家比較常想到的 可是你看 一般人就不會去想去動這個 但是你看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這是一圈一圈 然後可以去做OM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反正就是做各種形狀你看 你就可以做是同心的東西 而且你要各種形狀都可以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剛才可以鍍金 所以這個東西一樣可以 你可以拿去鍍金啊 然後去複製這個pattern 到不同的材料上面 然後它就會有不同的這個特性 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是剛才這種凹狀的 其實我後來還沒有講 他們其實這個工作 大概有幾十篇的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後來還放了什麼奈米碳管 也可以丟進去 液晶也可以丟進去 那所以什麼nanopoly 全部都可以丟進去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 但是基底主要是跟剛才那個比較有相關 所以呢 前面我們講了很多做高分子的pattern 主要都是跟 剛才是跟solvent蒸發有關係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講這個是wrinkling wrinkling就是皺摺 然後就講一些這個 一樣是規則高分子的方法 那這種東西叫做wrinkle 那這跟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之前有跟大家提過的方法有關係 這我們上次來講 怎麼量一個高分子膜的時候有滴滴水那個有點相關 wrinkle呢這個現象就是皺摺起皺的意思 這個其實你自己有沒有 你有沒有 你手拿來有沒有 你雙手去一壓 有沒有發現 你手稍微去壓一下有沒有 尤其你皮膚保養越不好的人越容易看得到 就是可以有沒有看到 而且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覺得它非常的規則 可不可以利用這個概念 我可以來做一些高分子的pattern 可以 不過這個等一下我們稍微會提到一下 稍微會提到一下 但是很多的化妝品公司其實他們有在研究 不過它是以科學方法去研究它這個 什麼形成皺摺的原因等等這個 那這個是我們上次有提到量高分子膜厚的時候 就滴滴水可以量它的膜厚 但是它整個過程中其實是幹嘛 是因為你滴滴水的時候產生什麼 很規則這個皺摺 那它道理就是原來你是一個很平的膜 然後呢你滴滴水的時候 所以它介面的時候這硬力不均勻 就會產生一條一條的這個線 然後我們上次有提過它這個上面上面一條這個皺摺的線 就跟它的膜厚等等有關係 那這個功課可以拿來幹嘛 它主要是可以利用數這個數目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高分子的模後 也可以知道它的特性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非常規則的高分子的pattern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方法 你是可以做圓形的pattern 所以一般很難做 那這個這種pattern也很難做 就是這種放射性的這種規則這種pattern 這個也很難做 同樣的道理就是這種規則pattern 我們一樣都可以把它複製到金啊銀啊等等的上面 或者不同的金屬 就利用這個大概的這個概念 那除了滴一滴水的話 你也可以做別的事情 譬如說你把一塊錢丟到這個膜上 你會看到有規則pattern 或是你去拿一根 把一個膜這樣中間一夾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規則pattern 這個也會發現這樣 好 但是科學上呢 這種起皺褶就是非常規則的pattern 其實高分子的人非常有興趣在研究它的方法 一般高分子膜的做法是怎麼樣 一個膜呢我們在一個水上 然後兩面一失力的話 它就可以產生這個規則的pattern 這有時候你們回家看一下你們家的窗簾 雖然它有點故意做那個 或是任何的模擬突然一失力的話 就可以產生規則pattern 那接下來的例子呢 就是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 這個東西是一個叫做PMBA 就是butylacrylate 就是PMBA這個結構蠻類似的 所以它今天這個是一個可以光膠連的材料 所以它照UV光就會膠連 膠連就是它就融不掉 所以它就是一個3D網狀的結構 所以它一開始是幹嘛呢 它就是一開始先滴了一層單體MBA 然後之後再把它照光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綠色的地方 所以它照光以後 After UV radiation Elastomer film was formed 所以最後這個綠色就是一個膠連的東西 什麼就是一個膠連的東西 就是你這個東西 soven再也不能把它融化掉 就算它有一個好的soven 它只會腫脹 然後他們做這件事情以後 接下來很簡單 他們就再滴一次紅色的東西 這個紅色是什麼 就是原來這個東西的單體 NBA NBA的solution NBAsolution 它跟原來綠色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像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就會去swell它 所以相當於是我們把它放一個很好的soven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NBA的單體聚合而成的polymer 所以它基本上你這個紅色的東西 跟原來這個綠色的化學結構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就會想要進去的東西 就是把它腫脹 就有點像good solvent的意思 然後呢但是這個東西 下面這個東西它基本上是一個膠連的結構 它是3D結構 所以它下面就沒有辦法腫脹 尤其它最下面有點像是鎖住了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字叫pint 就是有點固定住 所以等於上面整個模想要腫脹 但是下面有點固定 就是你有把它鎖住不讓它這個去動 所以它最後只好幹嘛 它一定要多出這些面積 所以pint它就會形成這個叫做wrinkle 就是想要擴散 Lateral Expansion 因為它已經腫脹了它就想要 所以它本來想要腫成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它是膠連的 所以它想要維持這個形狀 所以就逼著它最上面這個東西 就變成這種規則的形狀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另外一個case 也是有點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硬逼它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之後把這個洗掉以後 它這個pattern又不見了 所以在很多用途上面 你就覺得不好用 這個東西你為什麼不用solvent 你可能會有類似的效果 但是它為什麼要用原來的pNBA的monom 就紅色的為什麼要用原來這個東西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原來這個綠的是膠連而成 所以你形成這個pattern以後 你可以在幹嘛 你可以再造一次光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 後來紅色的單體也把它交連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結構鎖住 你就可以去做不同的用途 所以它漂亮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它這個用得非常的巧妙 所以原來的單體先聚合而成變成一個 這個3D的交連結構 然後再用自己的單體 然後單體因為死會形成wrinkle 之後我們還可以用照光 the wrinkle was then stabilized by photo-prinization 就照光再把這個紅色單體的部分交連起來 所以就可以做成這個對稱 所以它這個皺褶的話 最後你在三維裡面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也可以做二維的 但是因為它是總帳 所以它四面八方對稱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一個 不是四面八方對稱 它就是一個 這個一排這樣子 那等一下它有一個例子 它會這裡會提到 這個東西他們後來發現 你最好這個形成的是一個規則的pattern 所以我們想要控制什麼 就是它的這個波長 那波長這個就發現 就是跟一開始的厚度有關係 那為什麼跟一開始的厚度有關係呢 主要是跟它腫脹的程度有關係 因為你這麼一樣的這個量 會把它這個swill這個 所以它會發現 主要是受到一開始厚度 跟你後來低的那個量的關係 我這個方法 後來應用在那個叫什麼 microlenses的那個應用 後來第二個部分 這個也是有點類似啦 你看跟剛剛那個有點互補 那因為它這個圖畫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道理也是跟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你有一個polymer 然後你弄一個可以swill它的東西 然後它想要swill又不能swill 所以你就會形成這個一層一層 就是你想要讓它腫脹 可是又故意讓它受限 它就會產生這種奇怪的這個wrinkle 那一樣就是我們可以去控制它上面的這個波長 那這種wrinkle的方法呢 等於是你可以在一個膜上面 產生非常規則的這個pattern 他們後來就想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剛才哪個地方會有pattern 就是你剛才造UV光的地方會有pattern 會產生這個 所以其實它後來也可以做 譬如說我可以上面放一個這個模板 就是那個擋板 然後我可以控制哪個地方 這個有照到光沒照到光 我就可以哪個地方形成wrinkle 哪個地方沒有形成wrinkle 過程是一樣的 那就是這個圖 我這個圖都用一樣的圖 就是我也可以整個模 只有部分的地方是有照到光 然後照到光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pattern 那這個就不是四面方向對稱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這個就只有在一個方向 對用… 所以你就可以在選擇的地方 我希望它有規則的pattern 那其他地方就沒有規則的pattern 就是用照光的這個方法來做容赦 那這是利用控制它選擇性的這個總丈 另外有一個我們比較常用的方法就是 去壓一個模 就我剛才有講的 比如說你想像一個模在一個水上 把一個均勻的模 這我們的子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你可以想像這間是一個 一個高分子的一個膜 高分子的一個膜 然後你飄在水上 然後呢 你突然施力給它 施力給它 但是這個是因為一個膜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想要凸出來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均勻的膜 但是它力量非常均勻的話 你像突然一壓它 就有點像我們有時候 窗戶旁邊看到那個窗簾一樣 它就有很規則的皺褶 就兩面一起施力 這個就是 Rinkling by compression 這個在美國 NIST他們做了非常的多 所以實際上就是譬如說 我今天把一個高分子膜 放在這裡 所以A-train polymer supported on a pdm climb between two supports 所以把一個膜呢 用兩邊把它夾住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施一點力去推它 那你看 這就可以產生均勻的這個皺褶 那它這個力量就會非常均勻 所以跟我們一般的那個窗簾很像 那就會看出它這個 就會形成這個規則的這個pattern 施力的時候呢 一樣也是 大家可以關心到它這個 就上面形成的那個pattern 我們可以控制它的高度啦 跟它的波長等等 都可以用實驗的條件呢 來加以控制 所以這幾個都是比較常用的方法 但是主要就是這些pattern呢 它們的用處不太一樣 但是所有的我們這一章節講的pattern 就是全部都可以複製到其他的材料上面去 你可以想像像這種wrinkle的pattern 一層一層一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灌東西進去啊 然後就可以當模板去反扣在很多的這個材料上面去 它的道理都還蠻接近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電廠來誘導的polymer pattern 那這個是在2000年的時候那時候非常的熱門 就是為什麼電廠 因為電廠就是你故意讓一個高分子模 然後給它一個電廠 然後這個電廠剛好跟這個高分子原來prefer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本來我有一個高分子模 然後我就給它通一個電廠 發現這個就是死高分子都想要這個站起來 往這個方向 這個電廠不太均勻 就有類似這個現象 所以就一開始會有點波動 ondulation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一個平平的模 你給它一個電廠 但是這個電廠 高分子想要整個垂直站起來 所以就是我們把一個高分子模 我們就通給它一個電廠 然後裡面就有靜電壓力 跟我們一根施力的時候是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這叫electrostatic pressure 那主要是在高分子的模上面 所以這介面就產生一個不均勻的現象 所以就造成一個instability 那這個所有的現象跟我們之前講過的很像 都是什麼 就是你給它一個力以後 就原來的能量都比較高 然後他們都會想要prefer到比較低的能量 所以它中間就有一個 這個force 然後就造成反正它就是想要往這個能量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它本來一個是高分子模式比較穩定的 那我們試一個電廠以後呢 它就想要變形 變形到比較低的這個能量 能量 那一開始就是一個高分子模 然後呢 造成了表面的這個波動 然後呢 最後就變成這個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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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種方法呢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規則的pattern 一樣的規則 然後呢 所以原來模是這個方向 那吃幾個電廠是這個方向 那就可以產生這個規則的pattern 那這個是後來他們這個在 實驗上的 那這是2000年那一球的paper 就是一開始用一個平的模 那原來有個厚度 然後我們吃給大家一個電廠 吃給大家一個電廠 然後最後就可以變成好幾個這個小柱子 那再要看條件 你看這些控制得非常的好 非常好 就如果你control那個模後跟電廠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它的波長 那你看在適當的條件 你可以剛好控制到剛好呢 譬如說你是一個點狀的這個電廠 就可以剛好讓中間有一個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總共有十二個 那我那一天有講過這個東西是有一個手錶的 這個就真的拿這個來做 上面沒有指針 因為我看過那個錶 所以這個就用這個形狀 大家不知道它其實有點科學意義這樣 這個東西原來呢 它一開始做的時候是什麼 就是它基本上這個波長 就是每次有波風波谷的地方 它就會這個形成站起來這個column 可是呢這個東西控制性還不夠 後來他發現如果我今天呢 吃給電廠的時候呢 我是讓它這個電極上面 其實是有幹嘛 是有故意有高有低的 因為比較近的地方 譬如說我的電極是把它凸出來的 比較凸出來的地方因為距離比較短嘛 所以它電廠就比較大 所以電廠跟你的距離是反比的 對 就一樣電壓下 就是一樣的這個 譬如說我們同給一樣的電壓對不對 然後這個你距離越小的話 它的電廠就越強 所以他們就故意在這個電極上面的時候是做pattern 譬如有的電極就比較凸出來 比較凸的電極呢 它離這個模就比較近 所以他們那邊的電廠就比較強 所以我就可以 哪裡有凸出來的電極我就可以做什麼 就可以把哪個東西地方的高分子就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譬如說電極是一個圓圈狀 下面是有圓圈狀的高分子就可以弄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有趣 所以this leads to a replication of the electrical pattern 只要你的電極突出來的是什麼形狀 你做高分子就可以複製它 所以後來它這個就有很高的可控性 你可以做很大面積的這個pattern 這是它實際的data 它的電極就故意做有幾樣是突出來的 後來發現它的高分子就在這邊就突出來 那一樣這些pattern全部都可以轉移到 看你是要不同的材料你都可以去控制 Snapping surface 就是另外一個也是 跟wrinkle的概念有點像 就是它可以做出一些 特殊形狀pattern的高分子 Snapping surface snap就是會彈跳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跟仿生的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Venus flytrap Fly就是那個蒼蠅嘛 這個飛蟲這樣子 Flytrap就是撫蠅草 但是為什麼有一個Venus Venus就是維納絲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捕蠅草這個眼睛這邊有沒有 就跟女生那個假睫毛有沒有 很像 所以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Venus flytrap 這個名字 所以意思就是維納絲的捕蠅 類似這種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捕蠅 它是一個會動的 就是你給它一個trigger 它就會把東西抓起來 那高分子有沒有辦法做類似的結構呢 之前有些人就曾經 想用高分子的結構去做類似這種東西 問題你怎麼樣去做出一個一個 胖胖可以彈跳的東西 就它之前是凹的然後之後變成凸的 但是你怎麼去做一個這種 有凸的表面或是凹的表面 這種規則的表面 這是比較難的事情 然後他們後來有去做測試 就是它可以那個p的一聲 就可以互換這樣子 互換就從凹的變凸的 跟捕蠅草的概念很像 所以捕蠅草的概念的話 snap就是p的一聲 關上或扣上的意思 那捕蠅草的概念的話 它就是原來是一個凹的東西 凹的東西這個叫做 英文叫做concave 如果凸起來叫做convex vx 那他們其實捕蠅草就有個時間這樣子 那一般大概是100個毫秒 它就會抓起來 就比如說把蟲這樣抓住這樣子 那後來有人就試圖用高分子的結構去做 然後發現時間可以比原來的補芯草還快 人工補芯草的意思 但是這個可以做別的應用 但是問題就是你怎麼樣去做一個高分子的模 都是有規則這種凸起來的結構 首先呢他把一個叫做pdms pdms是一個很常見的這個高分子 的這個彈性體elastomer 它是一個膠連的東西 它就是軟軟的 所以他先把這個pdms 它就是一個膠連的東西 然後軟軟的跟橡皮筋很像 那兩邊夾住 然後再用什麼 用那個風去吹它 然後它是軟的 所以它就會因此被吹動 然後一般人你就把它吹了 然後再放下 吹之後再放下 所以它這兩步可以一直反覆 但是這時候比較最漂亮的就在這裡 就是你當它已經吹起來的時候呢 所以它這個是在一個拉伸的狀態下 你這時候在幹嘛 在上面把它塗一層spin coat 用spin coating 就是我們之前學過的旋版圖布 去把一個什麼 沒有膠連的pdms 把它蓋在上面去 塗上去以後呢 你再把它膠連起來 這時候最厲害的就是 這時候你再把這個風關掉 風關掉的代表這個本來是撐住的下面這一層 它就會縮下來 縮下來的時候就會使原來這個本來是平的呢 它就會受不了 它就因此這樣子凸出來 然後我幫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這個idea其實很漂亮 就跟剛才那有點像 就是你讓它一個就是 就是原來弄一個這個是它本來應該要回復的方法 故意讓它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下的時候 你把一個膜放上去 然後它最後一定要縮 縮的時候上面沒有辦法 就不得已就只好它就有特殊的pattern出現 所以是一個我覺得還蠻蠻漂亮的一個idea 所以就是一個膜 然後用這個風來吹 然後再把這個 那它們這個基本上就可以做出這種 凸出來的這個結構 所以release the pressure to form hollow hemispherical shells 所以它就變成這種很規則凸出來的這個結構 那它們就是用這個來仿造 這個所謂的這個補銀草的這個結構 所以它們最後就可以做出來 你可以看到做飛航規則 那全部都是這種規則的這個結構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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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原來這個放的是側面圖 它實際上是個三圍的膜 所以它最後看出來你是看到四面八方都有 四面八方都有 那它一開始就是凸出來的 凸出來的 所以呢你就會就有這種形狀 那它們後來怎麼樣去誘導這個模 是會凸出來還是凹進去呢 後來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把它在hexane裡面去用熏它 熏它的時候呢 就利用這個熏solvent跟不熏solvent 它就可以從凸了變凹的凹了變凸了這樣子 就是一個是有solvent 熏在 Sewel就是在一個裡面熔杖 那因為它是膠連的 把它熏在solvent裡面的時候 它很快就會從凸了變凹了凹了變凸了這樣 就是它變化的這個過程 那它整個裡面都可以來控制 控制 那你可以想像它這個動的時間 應該跟它原來這個裡面 高分子的膠連的程度有關係 跟它裡面的硬力的強度呢 都是有關係的 這個東西就拿來跟一般的這個補銀草來比 一般的補銀草的話呢 它的時間 我們剛才講大概是100毫秒 100毫秒它就可以變形 就兩個會蓋起來 那這種凹的跟凸的利用solvent的話呢 它們就可以控制它的時間 大概30毫秒 這比較快的時間 所以它可以去control 那它們這個是有四不同的厚度 去研究它的這個反彈的這個時間 你可以看這個反彈的時間 是跟它的這個厚度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磨越薄的話 它就越容易彈過去彈回來 所以就很像是這個叫做 人工補銀草 人工補銀草等等的這個概念 反正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這一篇paper寫的還蠻漂亮的 就是在Nature paper2005年發表的 Title很有趣叫做 How the Venus flytrap snaps 就是它們怎麼樣補銀的時候 puck到底是怎麼弄 之前有很多的類似這種idea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過一下 就是有人是那種叫什麼豬龍草 為什麼螞蟻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怎麼樣就爬不出來了 他們有一種像這種很多都是 這種paper特別會在Nature裡面發現 我幫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Science的比例反而比較少 就是一些自然界的現象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事情怎麼從來沒有人研究過 然後你去想一下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 可以解釋的現象 你突然發現了這樣子 然後很多就會發表在Nature的期刊 那很多就是仿生的 仿生的概念